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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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打步枪还是打手枪 还是打拳格斗 还是念攀登 都很像电影里的那些情节 我自己很喜欢 一年前 徐丽英从画舞员岗位 被调整到了新组建的特战旅 没多久 旅旅为了备战陆军组织的特战比武 而抽组了第一支女子特战队 徐丽英毫不犹豫递交了申请书 可是训练才开始不久 徐丽英就体会到了 特战女兵这四个字的真正分量 当时我们训练特别狠 尤其我们女兵力量比较弱 然后每天晚上都会吹佛城 将将会在地上放一张A4纸 让我们的汗水把子弹大撕才能起来 要让他们先跨过特战队员的门槛 首先就必须保证 这十几项基础科目全部达标 我们备战的时间很紧 所以他们必须从每天早上 五点半开始训练 一直到晚上十二点才能结束 随着训练强度的逐渐加大 当初一起选进来的女兵 陆陆续续的有人调队 甚至被淘汰 这让徐丽英有了紧迫感 我当时很想成为正式队员 而且我又特别喜欢吃辣条 和喝碳酸饮料 我们教练他不允许吃这些东西 因为对身体很不好 而且会影响心念 所以我当时为了能够进入决赛 成为正式队员 我整整两个月没有动这些东西 认真起来的徐丽英战斗力爆表 有的科目甚至排到了全队第一 可是这份喜悦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在直升机滑降科目上 徐丽英和队友们都遇到了难题 当时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改进了训练方式 就是在开始跳的时候 空出1到1.5米的绳子 这段距离就是自由落铁的状态 对他们的心理数字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经过长时间的心理挣扎 当时的小队长金凤买出了第一步 他的手跳也给了徐丽英巨大的勇气 虽然我心里面也很害怕 但是我身后站了三个人 我也想鼓励他们 我也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下去 以后的每一次训练 我都从来没有犹豫过 备战比武的每一天 徐丽英都在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 为了练好牙壁攀登这个重点科目 徐丽英经常在休息时间 跑去训练场一遍一遍地练习 因为它是人工早达 没有突出的部分 所以需要我们用手脚伸进去 才能往上爬 但是因为那个墙壁特别粗糙 每次都会擦得我满手是血 比武当天 牙壁攀登是第一个科目 徐丽英以压倒性的优势 夺得第一名 并且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成功拿下了个人第一名 我当时特别开心 觉得这两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 尤其当我看到我的班长 我的教练露出笑容的时候 我就更加开心了 之前的那些苦 那些累都是值得的 随着今年 新的比武任务的下达 徐丽英和她的姐妹们 又一次踏上新的征程 这一次她还多了一个身份 特阵一队队长 即使遇到再大的挫折 即便背地里偷偷地抹眼泪 要强的徐丽英都不允许自己 把这些情绪带到训练中 因为本来每天我们的训练都已经很累了 如果我再把这些负能量带给大家的话 他们也会因为我研究这些训练 她不爱说话 但你能感受到她身上的那份倔强 在她身边 你能感觉到她永远都充满了斗志和力量 如今对于徐丽英来说 特阵女兵四个字所代表的 早已不只是一个身份 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和使命 套用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句话 青春有很多样子 很庆幸我的青春有穿军装的样子 更庆幸的是 我的青春有这段特种病的日子 一伞具有滑翔速度快 渗透距离远的特点 是特战队员遂行敌后作战任务的必备技能之一 近日第71集团军某特战旅 进行一伞训练 锤炼特战队员远距离渗透 隐蔽突袭等技能 苏北某机场 特战队员正在进行跳伞前的最后准备 此次伞将训练 每名特战队员要负重25公斤 完成一伞协装渗透 主要携带我们个人的战备物资 其中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物资 挤养 还有我们的武器装备 确保我们 散将到指令地狱之后 能够迅速展开 协装散将与轻装散将相比 难度大 危险系数高 不管在身体 心理 还是操纵技能上 都对特战队员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随着离机信号响起 特战队员依次跃出机舱 今天的能见度比较差 空中风比较大 对我们异伞操纵 有一定的难度 我作为今天的领队人员 主要就是快速的行程队形 判断好进场的时机 把握好放吊放的高度 确保我们每名队员 都能安全准确地降至着陆的区域 第三名 抓紧时间 第一名 控制住伞 在地面引导员指引下 散将人员顶着大风 编队滑翔 不断调整下降轨迹 距离地面300米左右时 队员们将吊刮被囊 与伞距脱离 做好着陆准备 经过短短几分钟空中降落 队员们依次安全着陆 今天是我第23次跳舞桩 空中风还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在放吊放的时候 伞会距离摆动 心中是有点慌的 然后在着陆的时候 着陆冲击力特别大 需要更平稳的操纵交通伞 发动机空中停车 直升机突发火情 航电系统出现故障 这是第75集团军谋旅 在空中特勤训练中 给飞行员随即下达的 模拟故障指令 检验飞行员和地面保障力量的 应急处置水平 遭遇空中特勤是生死考验 只有平时常态化训练 才能做到关键时刻 沉着冷静 湘西某机场 多型直升机依此升空 在不同空域不同高度 展开编队飞行 贴地飞行和山区飞行等 科目训练 飞行员唐超突然接到 遭遇模拟特勤的指令 他谨慎操纵战机 尽量稳定飞行姿态 下降飞行高度 采取滑跑方式迅速降落 战场瞬息万变 特勤随时有可能发生 我们现在要立足最坏的 情况进行训练 就是要确保直升机 损失降到最近 能够尽快重新投入战斗 接受检验的不仅仅是 空中飞行人员 还有地面保障力量 另一架特性直升机 刚刚落地 抢救班组就立即进行检查评估 现场维修 不到一个小时 直升机各项指标回复正常 重返战场 夜午降临 受能见度影响 空中特勤处置难度大幅增加 对厂物保障人员应急处置能力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无理发动机起火的直升机降落后 消防 为其分队 通与护作 成功处置地面特勤 据了解 今年开训来 这一旅已展开十多次 特勤处置演练 接下来 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探索 整一个常态化 特勤处置演练的一个方式方法 把实战考验 落实到我们每一个班族 每一名官兵 来全面提升部队的 应急应战能力 在武警某部近日组织的射击考核中 越野射击 乘车射击 多武器交替射击等科目 均结合以往实战案例进行设置 更加突出应用性和实战性 越野射击考核 要求特战队员 首先全副武装 进行两公里山地奔袭 抵达终点后 立即对数个咸银把进行射击 官兵只有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武装越野 且命中全部把镖 才能够得到满分 跑完两公里武装越野之后 呼吸特别起初 这个时候还要进行射击 并且每个目标只有三秒钟 这是想要取得满分 是特别难的 在随后的乘车射击考核中 特战队员乘坐时速15公里的汽车 对30米距离上的多个目标 进行射击 最大的难度就是目标 相对射手来说一直是移动的 这就需要我们射手 掌握车辆晃动的规律 根据行进速度 对瞄准点进行修正 然后果断大胆激发 多武器射击考核 简言的是官兵连续使用 多种武器的能力 特战队员首先使用狙击枪 在200米的距离上 完成两次射击 之后越近100米 在一分钟内 完成步枪分解结合 和两次射击 再越近至25米处 完成手枪分解结合和射击 最后越近至15米处 使用弓弩完成两次射击 这个科目最大的难点 就在于既要奔跑 又要射击 进行两次武器分解结合 多种武器转换射击 这对我们的射击技能 是一种综合性的检验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打过这种科目 此次考核 从基础应用战术合成等多个层面 设置步手枪转换射击 步枪对游动目标射击 散弹枪对集团目标射击等 12个射击科目 检验我们特战队员 前期的训练水平 发现短板弱效 从而进行强化 让我们的特战队员 从容不迫地 从训练场走向战场 严重战伤烧伤的救治 一直是军事医学的重要课题 从奠定基础 到一步步形成完整的战场 救护链条 30年来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创伤外科研究室的科研人员 聚焦战场潜行攻关 在农毒症 典型慢性难遇和窗面等重难点领域 不断突破 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战伤死亡率和伤残率 提供了保证 被评为全军建行强军目标 标兵单位 在创伤外科研究室美洲的业务交流会上 傅晓兵院士正带着大家讨论今年关于野战外科学的研究情况 不久前由团队所有成员和力编转的中华战创伤学丛书出版发行 填补了我军在这一学科的理论空白 标志着我军新型战创伤救治理论体系出现出行 特别是增加了很多过去的野战外科所没有涉及到的那种 比如说心理 护理 还有康复等等 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为战创伤救治提供我们的创新的治疗技术理论和方法 这一理论体系的完善 也见证了我军在战创伤救治研究的一步步发展 1982年 盛智永院市牵头建立创伤外科中心 刚起步时不但设备简陋 甚至病理实验室都是用厕所改建的 面对艰苦的环境 当时从第三军医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傅小兵 却主动申请加入团队 在前线参加边境战斗的经历 让他对战伤给官兵带来的痛苦印象深刻 他就是他们去到前线侦察的时候 踩上了地雷那个战事 因为他那个腿伤得确实太厉害了 必须要截肢才能挽救生命 这是我们当时感到战争的残酷 战创伤救治既要挽救伤者生命 还要帮助他后期恢复 大面积烧伤病人的伤口 往往会形成大片斑痕 而斑痕中没有汗线 这意味着病人难以正常生活 2001年傅小兵在做实验时 发现了皮肤切片里的细胞区分化现象 这个发现将有助于汗线再生 经过七年艰苦研究 团队终于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一名烧伤患者身上 成功实施国际上首例汗线再生移植术 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 战场环境越来越复杂 伤口发生感染几乎不可避免 一旦引起农毒症就会危及生命 如何防治农毒症成为研究室 公关的重点 只有先早期识别它 发现免疫有功能有障碍了以后 你才可能针对它功能障碍 我就进行调理 进行治疗 怎样建立免疫功能障碍的早期识别 与诊断体系 项目负责人姚永明带着大家 一次次从实验到临床验证效果 再回到实验室对指标进行筛选和调整 这样反反复复的工作 姚永明坚持了整整20年 做基础研究 它可不是一天两天出生过 也不是一年二十年出生过 也可能一辈子做了铺垫 对吧 因为很多都是位置的东西 你总得有人去探索 有探索就有风险 但是它有信心 这现在是为大家都在创造的精准资料 这样为农毒症的房子 开辟了相对比较新的路 35年不懈努力 研究室获得了包括四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在内的重大奖项37项 农毒症90天病死率下降了15% 典型慢性难愈合窗面治愈率 有60%提升到94% 如今研究室全面开放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全国各地100多位临床医生和科研人才 慕名而来参与到项目中 我们基本上我们学生都是ICU 那个急诊 走的时候他们就说 感觉任务巨大 回到临床要好好工作 而且觉得要心存一颗善良的心 可能就是老师科研思路 对学生可能这辈子都收一费钱 经过六个月的训练 陆军各部队新兵陆续下连 奔赴新的战位 半年的时间 新兵的基础能力和专业技能 练得扎不扎实 我们去新兵下连的考核场上去看一看 日前 第71集团军某防空旅 对分布在各个点位上的新兵 展开异地同步考核 在新兵综合演练考核现场 近百名雷达与通信专业的新兵 按战斗编组架设天线 开通网络 构建指挥信息系统 新战士庄西陵 已经熟练掌握了四种雷达号手的 基本操作技巧 其实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目标 把每一次的训练和考核中暴露出的问题 加以总结 努力去克服掉 最后终于在这次的考核中 我拿到了第一名的核心机 与此同时 数百公里外的侦察专业考核场上 新战士要在三小时内 完成五组目标的方位确定和敌情上报 并穿插进行亲武器分解结合 战术基础动作等十多个科目 既考验新兵专业水平找出差距 也检验团队合作意识 还能为下连后的班组系统训练 打下基础 同样第77级团军 也对即将下连的新战士 进行最后一次抽考 除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外 还对新兵训练制度落实 日常生活养成 安全管理等方面 进行督导和检查 通过我们的努力 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虽然此次新训结束 但对于我们来说 却是一个新的开始 4月7日至8日 四川省梁山州 粤西县 缅宁县等地 相继发生森林火灾 当地人武部 迅速组织民兵赶赴火场 展开灭火作业 截止今天上午 粤西县火灾现场明火已扑灭 目前缅宁县的扑雪工作 仍在紧张进行中 一份延续了十年的关爱 一份跨越了千里的潜广 陆军工程大学的师生 十年来坚持资助 贵州纳庸县的贫困学生 为大山里的孩子 点燃了梦想 前不久 受资助的学生 来到陆军工程大学 见到了与他们 新手相牵的 解放军叔叔阿姨 从贵州纳庸到江苏南京 1800多公里 走山路转汽车 坐飞机 一路辗转近12个小时 孩子们终于来到了 陆军工程大学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孩子们 对这些千里之外的 叔叔阿姨们 并不陌生 2009年 陆军工程大学 发起了 爱心向前进公寓活动 为张环阳光小学的学生们 进行爱心资助 十年来 卷子助学从来没有间断 也在相隔数千公里的 贵州与南京之间 架起了一座爱心桥梁 恰巧有几个孩子的生日 即将到来 官宾们特意为他们 准备了一份惊喜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也在2017年的夏天 带着自己的孩子 亲身经历走到山区 去体验他们的生活 回来之后 我们参与这个活动之后 我们觉得感触很深 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 其实对他们是一种给予的爱 对这些我们的孩子来说 其实也是收获一种成长 十年来 爱心团队先后为张环阳光小学 送去了钱款和物资 为建立长期的帮扶机制 他们还用上款 设立了爱心基金 累计帮助300多名儿童 重新走回课堂 并利用节假日 邀请孩子们走出大山 来到学校 参加军事夏令营 感受军营气息 我们学院的爱心向前进团队 活动开展十年以来 对山区的孩子来说 送去的是物质帮助 传递的是爱心温暖 浓厚的是军民雨水清液 这个机器你看到 它的源头是红眼的 如今 爱心向前进活动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他们也用爱心和实际行动 拖起了大山深处孩子们的 求学梦想 四川省军区日前为民兵颁发了 民兵干部证 既干民兵证和民兵保障卡 民兵持证可享受交通 医疗通信金融系统的 佣军优惠活动 以及福利优待政策 为民兵的经费监管 管理训练 应急应战 提供了科学规范的保障手段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利比亚局势 7号支持利比亚东部政权的武装 组织国民军 与控制西部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在首都迪利波里南郊继续交战 据报道 7号的冲突依然主要集中在 迪利波里南郊 当天 民族团结政府军发表声明 宣布对国民军发起代号 为愤怒火山的反攻行动 表示将保卫迪利波里 夺回被国民军占领的所有土地 军方还发布了对国民军目标 实施空袭的视频 同一天 国民军方面也发表声明说 他们的战机对利波里南郊的 亲民族团结政府的民兵武装阵地 实施了轰炸 并准确击中目标 声明称 这些民兵武装使用了重武器 威胁到平民的安全 据多家媒体 援引来自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 报道称 最早于当地时间8号 美国政府可能将宣布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 对此伊朗方面反应强烈 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司令贾法里发表声明说 如果美国做出把伊斯兰革命卫队 定为恐怖组织这种愚蠢行为 并对伊朗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话 伊朗将以牙还牙 并将让中东地区的美军永无宁日 伊朗外长扎里夫同一天 在社交网站上发帖说 如果美国胆敢将伊斯兰革命卫队 列为恐怖组织 美国将迎来灾难 他同时指责 是美国总统身边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们 煽动美国做出这一决定 同一天 伊朗议会290名议员中的 255人发表联合声明 指责美国扶植恐怖组织 扰乱中东局势 还贼喊捉贼的 要给别人贴恐怖组织的标签 据了解 一旦美国正式宣布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 伊朗议会将立即通过法案 把美军与极端组织相提并论 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也门政府官员7号说 胡塞武装当天炮击了 驻守在也门西部港口城市 何台达的政府军 造成政府军方面至少7名士兵死亡 17名士兵受伤 随后胡塞武装向政府军驻地发动进攻 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要想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报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